大家早上 BizBook的朋友早上 这一章的圣经大家都怕 因为要分享这一章的时候 就是有点怕 不用怕 因为你懂我都不懂 你怕我都怕 但这一章圣经我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去到第六节 第二段就是第七节到最后 当然就是何都何西之地的情况 但我们去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我想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看到一个意思在里面 这是一个什么的角度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认识究竟什么是以色列 以色列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说到以色列 大家就会立起这个民族 十二个支派 上帝的选民 和神之间有弱的一群的人 但是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以色列代表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其实以色列代表神的国 具体是世上的一个实体 或者是一个代表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用神的国 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 来看当他们进入十二章的时候 代表什么呢 我们先看第一节到到底 第六节 一到六节 以色列人在约大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以往 德帕门的地 就是从亚连谷直到黑门山 并东边的全阿拉伯之地 这以往有住希实本 阿摩利人的黄西弘 套索本核之地 是从亚连谷边的阿罗尔和谷中的城 并基列一半直到亚本人的境界 阿博河与约大河东边的阿拉伯 直到基列列海 有到阿拉伯的海就是严海 通白西 白耶西 末的路 以及南方 直到比斯加的山根 好 我们先看这三次先 以色列人在约大河外日出之地 就是在约大河向 日出之地就是向东 约大河作为一个中族线的话 就是约大河东边 这个地方就得了击杀了两个王 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一个王 这个第一个王就是它的版图从亚连谷开始到黑门山 然后从阿拉伯之地一直下去 它所管理的地方从亚连谷边的阿罗尔和谷中的城到基列 然后到阿门人的境界 去到亚连谷 又到阿拉伯的海就是严海 严海就是今天的四海 究竟这是什么地方 还有当初它提到第三节 它说从约大河东边的阿拉伯直到基尼列海 基尼列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神语里面所说的加利尼海 加利尼湖就是耶稣经常跟门徒打鱼等等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了解意识的版图 就是由加利尼湖到黑门山 因为黑门山就落到阿暖谷去到南边 所以其实西魂的版图相当之大 等于是今天从黎巴嫩开始一直落到约弹的一部分 所以西魂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版图非常广阔 但是这一张圣经记载 一个这么广阔的版图 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落在以色列人 而且在波西的年代 就落到以色列人的手中 我们再看第四节 然后我们先回到一起讲这两个王 第四节 又有巴山王岳 他是利弗因阴人所圣下的 住在阿斯塔路和尼德来 他所管治地是黑门山的沙加把山全地 直到阿信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并激烈一半 直到希撒本王西魂的境界 这以往是耶和博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 叫阿博人摩西将他们的地刺激 楼面人加德人和把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 刚才我们讲到西魂的特色就是它的版图非常黄难 另外一个王他就叫做岳 这个王真是人如其名 他真是很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利弗因人所圣下的 利弗因人其实意思就是巨人 即是他是巨人的后代 是巨人所圣下的 我们在证据里面其他地方找到这个巴山王岳的记载 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留下了一张铁床 然后铁床你量一量的话 宽是两米 然后床的长度是四米 你想想一个人要分一张四米长的床 即是他站起来的时候 就算没有四米也有三米多 那三米多究竟有什么概念呢 我想我们现在这里天花板 都可能勉强够三米 如果今天有个人进来这床建筑物的时候 他的肩膀已经穿过天花板的高度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 以色列人见到这些巨人的时候 会脚仔远 就是当年那十个探子 进去规探加南地 回来报恶信 他就说 在敌人的眼中我们好像炸眼一样 在我们的眼中我们都好像炸眼一样 因为那些人真的高大到这样 你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种草满的灰面 对他 这个就是利弗阴人 利弗阴人所生下的 这个是巴沙王岳 所以他是非常之厉害的 当然 可能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他走之后留下一张铁床呢 一来就是 作一个纪念 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 这张床太特别了 另外也是 在这个世下的年代 其实铁是很宝贵的东西 不常有的 哪个国家拥有铁器 懂得打造铁呢 那个国家就可以通知世界 所以 对他们来说 这张铁床也是一个武物 所以这些人就留下 一方面就是因为 它的材料金贵 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这个王的身高非常吓人 我想他用铁床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么大只的人 我想都有相当的重量 如果不是用铁床 应该承不起他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王多厉害 所以在十二章第一段的大段一到六节里面 我们就看见 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 居然击死了这两个王 一个是版图广大的 实力有相当的 另外一个就是身材高大的 这两个王其实在当时的人的眼中 都是厉害的角色 是没有人敢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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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盘据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里面 就是以这个地方为他们的刀成 为他们的版图 从来没有人敢碰他们 但是呢 因为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角 要得着这些领域的时候 神与他的牧人摩西同在 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神的版图就要扩张去这些地方 即使他的版图广大 他的国家富强 虽然他身材高大 勇武过人 但是神的国要进展的时候 即使这两个王都不能阻挡 神的国就进驻这些地方 将这些领域来得着 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觉非常有意思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神给我们的版图是什么呢 神的国又是什么呢 神的国是否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的国是否在我们的范围 影响你的范围以内 当神的国要这样去进展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像摩西约书亚 或者以色列人一样 真是让神的国擴张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还是还有一个黑暗的世约在那里 盘距着在那里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 我们没有办法打下来呢 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究竟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究竟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国抗战呢 还是在我们里面还是充满着巴山王岳的势力 还是充满着西弘的影响力 在我们里面呢 这个值得我们的思想 除了这个摩西他们所带领之下 所夺得的版图之外 当然我们在约翠约更加要看 约翠约有位神的国 就是约翠约的国进展了 夺得了多少的版图呢 7节到24节呢 就是约翠约的大领之下 神国的卖进 前面的6节呢 就是在摩西的大领之下 神国的卖进 7节到24节呢 我们就来看约翠约的大领之下 神国又卖进了多少呢 第7节一开始 约翠约和以色列人在约翠约西 经萨了诸王 他们的地呢 是从黎巴嫪的平原 巴里加德 直到上西以的哈拉山 约翠约翠约的地 按着以色列支牌的宗座 分给他们围烈 这些地其实是什么人的地呢 就是赫人 阿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仔人 希美人 耶布斯人 這些地方其實就是高原 阿拉巴 山坡 旁野和南地 約書雅就跟這些人爭戰 勝過這些豬王 擊殺了這些豬王 這些王其實就是代表了一方的勢力 然後就將他們的地奪離分給以色列人 按照他們的支派中族 但這裡再一次提到究竟這些地原先是屬於什麼人 這裡有七個七族 這就是出名的嘉蘭的七族 當然有很多的教導 究竟這些嘉蘭的七族所代表什麼呢 所以第一個是客人 客人很多的教導都認為 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個恐懼的權勢 一個充滿恐懼的權勢 其實這個嘉蘭七族盤據在嘉蘭地裏 每一個這些人背後 其實他們都是跟當時最盛行的偶像相連 他們都代表黑暗的權勢 在這裡管治這個地方 但當神的國要臨到的時候 其實光明的國度要進入 就要驅逐這些黑暗的國度 所以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的時候 這張正經就會比較有意思 所以我們得著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客人的地方 客人的意思就是恐懼懼怕 所以當神國要進展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升過的 是一個恐懼的權勢 阿摩尼人 阿摩尼人所代表的就是一個雪方 方華 雪方的一個權勢 然後去到嘉蘭人的地方 嘉蘭人 嘉蘭所代表的就是八九象 充滿八九象的權勢 然後比利仔人 所代表的就是武術 然後是欺美人 欺美人所代表淫亂 然後就是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代表的就是仇恨 所以這個七個嘉蘭族裡面 分別是代表恐懼 謊話 白偶像 武術 淫亂和仇恨 當神的國要進入的時候 當光明要進入的時候 這七種的權勢 必須要被驅逐出去 當然七也是一個完全的數字 本來是一個屬神的數字 所以在這裡 嘉蘭七族 其實也代表一個完全邪惡的 或者完全黑暗的一個勢力 當神的國要進入 要得地為業的時候 要將祝福平安帶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面對這七種的權勢的阻擋 但是我們必須要 好像人約書一樣 要起來升過這些權勢 升過這些能力 神的國才可以臨到 今天我們的生命都是一樣 我們還是活在這些嘉蘭七族的權勢裡面 還是今天神的國已經臨到我們的心中 我們的生命裡面 已經這一切的黑暗被驅逐出去 我們今天很值得思想的就是 在我們裡面是否還有仇恨 在我們裡面是否還有恐懼 其實這些東西 常常都會在我們裡面 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在恐懼裡面所做的決定 很多時候都是錯的 那麼我們會不會還有一些的人 我們在仇恨裡面 我們會不會還有一些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原諒 我們一直都放不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神的國在我們裡面 是受到限制的 神的國的版圖 是不能夠全然地 去得著整個大腿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 在這張聖經裡面 第七節 它就說到 耶穌亞就將這些地分別 分別以以色列人 第八節就說到 就是這七族的地方 這七個地方 其實就是整個河西最主要的土地 然後在這七個權勢裡面 耶穌亞他們分別 也都是滅了三隻一個王 我們又看看這三隻一個王 是在這七個的權勢裡面之下 掌權作王 這個王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個王就是耶利哥王 第九節 他們的王 一個是耶利哥王 就是第一座他們得盡的城 第一場仗所打的就是耶利哥 耶利哥的意思就是 就是他的月亮 悶 其實當時 近東的人大部分是拜月亮的 這個拜月亮 這件事 是從一個非常古老的一個權勢開始 從這個阿巴拉運 所出的那個吳以色的人 就已經是拜月亮 所以去到耶利哥的時候 耶利哥人也是拜月亮 那麼 神的計劃裡面 第一個攻取的城就是耶利哥 所以耶利哥裡面的人 跟這個月亮有很多的連結 其實拜月亮的人 就是懂得占星 有很多這些邪術在裡面 所以第一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神的國聖過的一個權勢 就是耶利哥的權勢 第二個是巴特利 巴特利 其實本來這個名字的意思 就是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殿 當然 在以色列進入之前 巴特利所拜的 不是我們所說的 以色列的上帝 所以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 其實巴特利 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 所以 這個也是 一個神要得著的地方 然後 就是 在九字出現 艾成 其實艾成 艾的意思就是廢去廢堆 就是讓人在上面很難去建設 這個權勢 所以 神的國要進入的時候 要把這些偶像權勢剷除 要把這些 我經常都覺得 頹廢 為何會有人把自己的城 叫做一個 廢堆裡面的城 可能 對今天來講 可能就是一種 慶的文化 一種頹廢 一種 一種 玩樂主義 在背後都不明 所以 我想我們都可以 掩飾在我們生命裡面 有沒有我們生命當中 是艾成入裡面 我們是一些 很喜歡慶的人 很喜歡享樂 但是我們 生命停止去進步的 一個這樣的權勢 然後我們看 一個是耶利哥的王 在靠巴達利 接著是戒成的王 一個是耶路撒冷的王 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 Teaching of peace 其實就是平安的意思 平安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看你的平安是依靠什麼 如果我們的平安是從神而來的 當然就好了 如果我們的平安是靠其他的東西 那個平安其實也是一個虛假的平安 所以神都要我們得的是真正的平安 是屬神的平安 而不是這個世上虛假短責 自我罷罪的平安 有些人自我感覺非常良好的 我以前也是這樣的人 最近開始醒了 當我們自我感覺非常良好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以為是平安 什麼都以為是平安 但是是不是好事呢 其實我們的生命是不會進步 因為我們自己 以為自己已經不錯 這樣的情況 我們其實原理答報自己 都不自知 一個是希伯論王 希伯論的意思就是 association 即是連結 究竟我們今天跟誰去連結呢 我們是跟世界連結 還是跟神來去連結呢 所以當神的國要進入的時候 我們要去問自己 究竟我們是跟哪些東西來連結 我們心中的希伯論是否已經公下了呢 我們心中的希伯論是否已經被神的國得著呢 然後呢 一個是耶末 野味王 野味的意思呢 就是高 高點 其實就是驕傲 凡是提到高的話呢 就代表驕傲 是一個驕傲的王 我們心中 還有沒有驕傲在我們裏面作王呢 一個是拉吉王 拉吉的意思呢 就是invincible 我覺得這兩個王一起出現 真是很有型 很有型 一個是驕傲 高 一個是invincible 就是invincible 意思就是不敗的 打不低的 所以無敵的 一個是驕傲 一個是無敵 我們心中有沒有這一份的驕傲 我們有沒有一個子高 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呢 然後呢 一個是伊基倫王 一個是基石王 伊基倫王呢 就是kathlite 什麼意思呢 就是好像一隻牛 好像一隻牛 牛代表力量 但是我們也知道有牛脾氣 所以當神的覺妖 在我們生命裏面 得著地土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 我們還有沒有牛脾氣 在我們裏面呢 我們最後沒有真的 好像一隻牛 那樣 盲衝盲撞 一個是基石 基石是portion 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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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額 就是有幾多屬於神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要去思想 第十三節那裡提到 一個是底壁王 底壁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神的電 那究竟我們心中神的電有多大呢 我們心中神的電有沒有荒廢呢 我們心中神的電 是不是真的有神在裡面呢 還是我們把神的電裡面堆滿了不屬神的東西呢 一個是基德 基德王 基德呢 基德呢 意思就是聖場 聖場其實是自我防衛 自我保護 當神的覺妖進入我們生命裏面的時候 我們又有幾多部分 是在自我防衛的當中 我們安全感究竟在哪裡呢 記得就是我們前幾天去看約書壓記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他們奪取了那座城呢 就用火槍去燒了它 甚至耶利哥這麼堅固的城呢 都不將它重建 據為己有 神也要教到我們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是靠城牆 耶穆華先是我們四年的火牆 我們不是靠世上的堅固堡壢 神才是我們的盆石 是我們的高台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去反思的 就是在我們生命裏面 還有沒有基德呢 還有好一些的聖場 我們是未威神去拆毀的呢 我們仍然是將自己的安全感 建立在這些東西的上面呢 第十四節 一個是荷爾瑪王 荷爾瑪其實就是忠誠的意思 devotion 這個忠誠於什麼呢 這個都是很值得我們去思想 當然以色列人未曾進入 未曾拿這個地方的時候 荷爾瑪你可以想像 他忠誠的一定是忠誠於世界 一定是忠誠於偶像的權勢 所以當神的國要進入的時候 其實這些地方要換主人 這些的王都要被打下來 我們要忠於我們的時候 一個是阿拉德王 阿拉德的意思 阿拉德的意思就是野路 野路 野路 野路也是一樣 力大 但是難以信復 但是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我們是否一個信復的人呢 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活出一個信復的生命呢 還是我們好像野路一樣 就是 舔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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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不動 固執的呢 然後十五節 他說一個是 納拿王 納拿其實意思就是功勞 就是一條大道 這條大道統向哪裏呢 神的國要進入我們裏面的時候 我們心裏面呢 有沒有預備一條大道 有沒有預備一條路給神呢 來進入呢 神的道在我們心裏面有多少呢 一個是 阿杜蘭王 阿杜蘭藝的意思呢 就是人民的公義 人民的公義 其實人民的公義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人民的公義呢 人 以人民為主 以人民作主 那 但是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討好人 懼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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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裏面 我們有沒有一個討好人的懼懼呢 我們會不會真的很怕衝突呢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成為一個很喜歡去peace 人的人 我記得張牧師經常都教我一件事 如果你想去peace 你常常都覺得你要peace 人的話 最後要peace nobody 所有你想peace的人 最後都會不喜歡你 因為你沒有了那個界線 你沒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裡面 這樣的話其實你都是很難可以集合得住 好 接著十六節 一個是馬基大王 馬基大 馬基大意思就是牧羊人之地 牧羊人之地 當神的國要進入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為主成為神的牧羊人呢 如果我們沒有起來牧羊 神的國又如何在我們生命裡面演大呢 所以這個也是很值得我們思想 在我們心裡面 在我們生命裡面 會不會這些王還在這裡 還未被神而得著呢 一個是伯特利王 伯特利我們剛才說過了 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十七節 一個是他普亞王 他普亞的意思就是 the apple city 這個iPhone的謎可能會喜歡這個城 就是這個蘋果之城 可能他種很多蘋果 或者叫他做他普亞王 所以這個應該是蘋果王 蘋果迷蘋果王 當然呢 從屬名的角度看就是 什麼叫蘋果之城呢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做神眼中的童人 the apple in his eyes 今天究竟我們心裡面 所愛慕的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心裡面 所眷戀的是什麼呢 一個是希忽王 希忽的意思就是awail 就是不要亂說蘋果 希忽的意思就是一個水井 水井 在中東的地方 水井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一個城一個地方 有水井呢 就是有生命 所以呢 這個也是問題 是在我們的裡面 當神的覺曉進入我們裡面 我們是不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呢 我們是不是一個有生命 真是可以活出神的樣式的人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 來為神呢 得到這個世界呢 一個是阿弗王 阿弗的意思是圍繞 圍城 或者圍牆 今天什麼東西在圍繞我們呢 圍繞我們的 保護我們的 又是什麼呢 一個是拉撒倫王 拉撒倫的意思就是平原 一個平原的王 平原就是舒適 其實 今天我們的心裡面究竟是舒適作王 還是神的國為王呢 一個是馬頓王 馬頓的意思是衝突 有些人很喜歡和人衝突的 我太太經常都跟她說 你呀 就是不認輸的 死也要咬回生 最喜歡和人咬這樣 這個就是衝突 問題就是 那我們的生命裡面 是否有耶穌的樣式呢 耶穌是溫柔的 祂是和平之溫 但是 還是我們是處處 喜歡和人衝突的呢 一個是夏鎖王 夏鎖的意思就是 保累 堅固性 所以我們昨天那張聖經發現 夏鎖王是他們當中的一個領袖 因為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成保保累 一個很堅固的權勢 在我們裡面 有沒有這一份的堅固呢 有沒有很難被動搖呢 我們是不是很難被修剪 被改變呢 接著呢 一個是新倫米倫 意思就是 就是高台 瞭望台的意思 瞭望台其實是 是用來做防禦 也是代表警醒 那麼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沒有讓神有當國 得著我們那份的警醒呢 還是呢 我們其實就是 還是沒有缺少了這一份呢 一個是 押殺王 押殺王 押殺的意思就是 迷惑 我們裡面還有沒有迷惑呢 我們裡面還有沒有迷惑呢 迷惑的權勢 迷惑的王 還在我們心裡面呢 還在這個地方呢 一個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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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意思呢 是 很多沙 沙的意思 其實不堅固的 如果你找沙 或者你把屋子建在沙上面的話 新約聖經耶穌教我們 不要把我們房屋建在沙上 它是沒有根基的 那我們的東西 我們今天所做的東西 究竟是否一個沒有根基的東西呢 還是我們今天所做的東西 是一個很沙人的東西呢 然後下一個就是 米吉多國 米吉多的意思就是人群 就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 究竟我們是以人為主呢 還是以神為主呢 我們是根人還是根神呢 一個是基底師王 基底師的意思就是Holy Place 就是聖結的地方 在我們生命裏面 神國的那份聖結 有沒有進入我們裏面呢 是否已經得著呢 一個是靠近加密約念王 約念的意思就是 人民的悲歌 人民的悲歌 其實都是一個人的 人本主義 很好人的一個權勢 一個是多爾山江的多爾王 多爾的意思就是世代 Generation 世代就是 這個世代也很妙 今天究竟是 神在我們生命裏面作王 還是世代作王 什麼叫世代作王 就是你的孩子 你的下一代 怪獸家長作王 是不是 我們的孩子作王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的整個人生圍繞著孩子轉 可能我們就成為一個怪獸的家長 當然 我不是說我們不要管我們的孩子 事實上反過來 我們要好好地去管理神所給我們的殘業 但是呢 有時候呢 孩子呢 我們是需要教導他們 我們需要真的 不是我們去被他們掌控 而是我們要帶領他們走一條人生的路 所以這個也是 究竟哪個作王呢 這樣不是要讓孩子作王 而是要讓孩子 在合乎真理的解善之下呢 健康地成長 長大 學會去跟從神 愛主 否則的話呢 其實他們的路呢 是難走的 好 跟著呢就是吉格的 歌人王 吉格就是代表滾開 這個歌人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人民 人民作王 究竟今天是人民作王 還是今天是上帝作王呢 一個是得殺 就是最後一個 得殺的意思是favorful 就是有恩寵 究竟是 跟著呢 數到這裡呢 總共就有三十一個王 神要將 神要呢 要祂的國呢 盡子 神要我們起來呢 勝過加拿七族所有的權勢 在這個權勢裡面呢 三十一個王在當中 這三十一個王呢 都要呢 完全的被消滅 完全的被趕足 因為這三十一個王呢 結合這個七族的力量的時候呢 是一種堅固的東西 就是爛了神的國前進 但是神的國呢 必定呢 要將這些權勢呢 全部都打下來 以至到呢 真是神 宿神 神的旨意 神的國呢 臨到這個世上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三十一個王的名字裡面呢 我想我們都可以檢視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我們有沒有這些影子還在呢 會不會不知不覺呢 其實這些王 還在他們心中裡面呢 作王掌權 今天我們要將這些權呢 全部都摧毀 要讓神呢 真正在我們生命當中 每一個層面呢 都來去作王 讓呢 真是神的國呢 可以臨在在我們生命的裡面 也都呢 臨在在我們所處的群體的當中 以至呢 真是神的國呢 具體地呢 在這個世上呢 這機會非常難以為神的平 vez用 以為祈祈祈祈祈祈祈禮把 Herran自己門証到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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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麗 继续 主我们赞给你 因为你是佩德赞给你那位 主知道我们生命内 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很多需要我们依靠着你 去得着的地方 主我们知道 你是长管我们的 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来献给你 愿意主我们从心里面 发出一个的敬畏 就是主啊 你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要你掌管我们的生命 为了奇妙生 一座传教主 在你眼里乱过之下 小水泥 无人意义上帝 请你真回答 把我心愿意义上帝 请你真回答 把我心愿意义上帝 信信爱你 无我在你 受伤了 你真回答 把我心愿意义上帝 你真回答 把我心愿意义上帝 我心愿意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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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愿意义上帝